資深動作演員陳昇今年9月在印尼離世 這日動作特技演員工會就為他舉辦追思會 大哥洪金寶和倉田寶超等都有現身悼念 而和陳昇認識超過45年的洪金寶大哥 對好友的離開都很不捨得 突然間今年年頭他打電話給我和我聯繫 我也很意外 幸福 沒想到過幾個月新歌就走了 所以心裏面也很坦然 很不舒服 因為覺得好像朋友是越來越少 剛才我說過了等於我在看電視 很多人這個也是跟我說那個也跟我說都走了 看起來輸起來就是我一個還沒走 我上次要等我還有五六十年再走 希望 不過大哥現在都很享受 和兩個可愛孫仔一起的日子 和我的孫子很享受 其實我當然享受和家人在一起 我是很享受 我雖然和孫仔在一起 我不做得什麼 我只是摸著哈哈哈哈 我又不跟她跑得又不跟她跑得又不跟她走得 我老婆啊天明啊他們跟我玩 我就覺得哈哈哈哈 我已經覺得很滿足 至於錢家樂就陪著陳昇太太做訪問 陳太太還透露昇哥是在睡夢中離開 十分安長 對因為她就這樣睡覺就這樣睡走了 就沒有醒過來 我以為是開玩笑 因為她一向都很健康 她沒有什麼大病 然後我說你也開 我覺得不可能啊 因為我常常講說你一定活到一百二十五歲沒有問題 她身體非常好 她末期在那個就是蓋我們的紀念館的時候 她都很健康 她沒有吃什麼本來的血壓高的藥啊什麼藥都已經沒有吃了 都很健康 就這樣睡覺這樣睡著 這樣也好她沒有病痛 也沒有拖累任何人 也走得非常安詳 這個是最好的 我覺得人就是求一個好死吧